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阿達現在自己用的電腦設備 是去年阿達介紹過的 那台規格在當時什麼都是最頂的 CPU是i9-12900K 顯示卡是RTX3090 記憶體高達128GB DDR5 硬體配置超強 外觀更是超炫 阿達用到現在非常的滿意 哪來開eSale更是流暢的不得了 雖然那台在去年的時候 不過由於Intel跟老黃 去年又擠了一點牙膏的關係 那這台就沒辦法稱為是最頂規了 電子產品就是這樣子 更新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尤其是Intel現在幾乎是半年 更代一次要更啦 很辛苦 那既然阿達身為一個專業的科技仔 手邊如果沒有一台最新的頂規設備 來做文書促語怎麼行呢 所以這次阿達為大家介紹這台 那在我身邊這台呢 就是微星最新的頂規電競主機 M1G Trident X2 在外型上 它的設計相當的新奇 零角分明 切割面更是加上黑色鏡面的質感 讓它看起來相當的內斂成穩 那重量呢也相當有份量 大概是14公斤左右 如果要像這樣子直接放在桌子上的話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桌子的沉重重量 別忘了我們還有螢幕鍵盤喇叭等設備哦 如果沉重不足的話 建議還是放在地上比較好 那這次呢 M1G Trident X2 最大的亮點 也是全球所創的功能 就是正面這一塊 HMI 2.0觸控面板 你可以用這塊 HMI 2.0來即時的查看 電腦目前的狀態 還有做效能的調整 非常的方便與直覺 這部分呢 待會兒我們還有更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先來講其他部分 首先來看IO 它上面的IO如畫面所示 那後面的部分呢 更是相當的完整 IO算是給的相當的全面 值得一提的是 在網路連線部分 拿給到目前最高的2.5G連線能力 在後方的Type-C呢 只是給了最快的2x2規格 讓你能夠享受最快的連線速度 以及最快的傳輸能力 如果你處在一個沒有網路線的地方 這台呢 它配置了目前最快的無線上網 Wi-Fi 6E 傳輸速度最高可達2.4Gbps 就算你家沒有網路線 一樣能夠高速上網 那接下來 我們繼續來介紹它 MG Trident X2呢 它的配置跟一般的桌機不太一樣 它的主機板是固定在機身左側 將右邊的側板滑開 就能看到裡面的配置 以一般桌機來講 大部分主機板的背面 都是長線 或放SSD用的 M1G Trident X2就不一樣了 左側的側板滑開之後 還能擴充2.5吋的硬碟 而且還能再加裝一條M.2的SSD 擴充SSD的時候 就不用再那麼辛苦了 拆顯卡、拔水冷 所以是相當實用的一個設計 那以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這台來講 使用的所有硬體規格 都是現今市面上 你能看到、能買到最頂規的 像Intel Core i9-13900KF的CPU 微星自家的Z790主機板 自家的RTX4090 128的DDR5記憶體 2TB的高速SSD 2PV的硬碟 其中SSD插槽 最高支援到MVN1 PCIe Gen5的格式 整機擴充性也非常的強 最多可以插3條SSD 2顆2.5吋的硬碟 還有2顆3.5吋的硬碟 電源供應部分 則是使用微星自家最新的 ATX3.0 1000W 80PLUS的金牌電源供應器 可以承受高達2倍的總功耗便宜 還有3倍的GPU功耗便宜 規格完全符合 Intel ATX3.0 跟PCIe 5.0的規範 在整機散熱部分 大家要知道 i9-13900KF 跟RTX4090 這兩個都算發熱怪獸 如果沒有用良好的散熱 那麼整機的一個表現 就會被溫度牆跟功耗牆給鎖死 甚至還會造成當機 單就機殼外觀來看 你可能會覺得密布通風 其實錯了 再來搭載微星 最新第三代的即徑風暴冷卻系統 在機殼的外部 就做了多孔的一個設計 前方、上方、下方 都有設計吸風孔 由上方吸入的冷空氣 通過微星獨家的Airbuffer設計 可將周圍的冷空氣 形成強力的風流 同時還能防止機殼內溫度 回流到顯卡那邊 而機身內跟CPU所產生的熱量 則是通過微星自家的 280cm的一體式水冷 加即淨夜宵風扇 將機身內的熱氣排出 除了能持續高效的 為CPU進行散熱 讓系統不會因為過熱 而限制它的效能 運作的聲音也相當的小 頂貴的電腦當然要配頂級的螢幕 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微星出來 Optis MPG321UR-QD 擁有4K解析度 還有144Hz的更新頻率 再加上QE量子點技術 能夠提升畫面的層次感 跟氣息度 M1G Triton S2 配上微星的部分螢幕 還可以直接透過 HMI 2.0來進行對螢幕的控制 試想一下 平常時你玩遊戲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另外跳到桌面 觀看系統狀態 然後才能調整功耗 是不是覺得沒有那麼方便 那這塊呢 全新的 HMI 2.0 可以直接一鍵啟動 你預設遊戲 也可以改變音量 機殼的RGB 燈效 螢幕顏色的調整 還能夠快速切換使用者情境 只要用手直接點一下 就能直接切換 極致平衡跟靜音這些模式 不需要你再跳回桌面 進行軟體控制 就能快速的變動 目前電腦的設定 甚至於 你還可以自己變更 HMI 2.0的圖示 這一點就相當有趣 此外 你可以透過HMI 2.0 來進行系統的監控 讓HMI 2.0 來為你顯示遊戲目前的幀數 主機跟顯卡溫度等等 這樣子 你就不用再另外開監控軟體 來影響你的遊戲畫面 當與部分資源聯動的 MSI螢幕連線的時候 HMI 2.0 甚至還可以控制螢幕的 可以直接開始準心 調整螢幕亮度等等 對於專門玩 低人稱射擊遊戲的玩家來講 使用HMI 2.0 就可以快速開啟螢幕內建的 智慧準心 或者是準心局部放大的功能 真是超級方便 另外 我覺得M1G Trident X2的燈效 也相當好看 它不像一般電競機 那麼的誇張 而是走低調 而且高雅的風格 Mystic Lite的軟體 還能切換不同的燈效 讓電腦看起來 不再那麼單調 接下來我們談談跑分 這麼高規格的電競桌機 如果不跑什麼遊戲 開到最高畫質 跟最高特效 怎麼會對著其他呢 各項跑分成績 都是相當的頂 在GIG BENCH部分 單核跑出了2167分 多核則是22788分 Siri Bench R23呢 單核是2178分 多核則是35944分 基本上 這顆i9-13900KF 就是目前在市面上 你買得到 Intel最頂規的處理器 SSD部分 則是使用三星 PM9A1的2TB SSD 讀取最高是每秒 6696MB 顯入也有4900多MB的表現 傳資料玩遊戲 保證不卡好 那在顯卡部分就更不用講 Timespy的部分 是跑出了31090分的成績 Timespy Extreme則是跑出了17168分 FlyStrike我們直接測最高階的Ultra 它的成績是24007分 測試Delete S的光追部分 它是跑出了134.84幀 3DMark的光追則是測出25135分 GF XBench的成績 表現也是相當的頂 使用最嚴苛的PCMark10 延伸辦公場景來進行整體測試 平均得分是13597分 當作我的文書機 真的是剛剛好而已 遊戲部分我們使用幾款3A大作 來進行內部基準測試 像幾年前的3A大作 古墓奇兵暗影 它平均成績是239幀 換來大標課2 它的平均分數是122幀 Sciperpong 2077則是102幀 Final Fantasy XV的Benchmark 它是14304分 評價為最高分 那我們實際玩了 通編大標課 Cyberpunk 2077 奧爾登法環等3A大作 在4K畫質特效全開的狀況下 每一個遊戲都相當的順暢 而且完全都沒有卡頓的現象 再加上微星車來電競螢幕 高達144Hz的高更新頻率 畫面的表現也相當的流暢 這也歸功於這次RTX40系列的 DLSS3深度學習技術 利用AI進行分辨以及補真 讓遊戲的流暢度變得更好 大家可以看看這段Sciperpong 2077的測試片段 大家看一下 開啟DLSS3之後 水面的導引細節就變得相當的豐富 以上就是阿達對這台M1GR Trident X2的介紹 以這種套裝主機來講 它的效能絕對是目前市面上 可以讓你用最高畫質玩片 目前所有的3A大作 都不會有過熱都被限制功耗的問題 只是呢 這麼頂規的主機 唯一的問題就是你的口袋夠不夠深 跟我之前那台一樣 這台也是一台快20萬的價格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是買不起 而是要看你自己對電腦的需求 有沒有這麼高 老實講 M1GR Trident X2的價格也不是太貴 畢竟使用這些頂規的硬體 還有控制電腦的功能 還有Windows 11專業版 三連保固 還免費到福收送 算一算呢 好像也還好 不過呢 阿達還是要講一句 理性消費量力而為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評測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